後面還是請主席 你來主持 王先生 我也給你看看我看到的網友 人家這麼說的 這叫礦應天 說王先生做了好表率 對我們這次的還是挺認可的 我們這次的還有我們大慶的領導 也參加了我們這次的對話 我們現在有請的何中華市長 來對大慶市在工業轉型和產業鏈轉型升級方面做一個介紹 有請何市長 好 尊敬的前院主席陳中生理事長 尊敬的王洪濤省長各位領導 各位企業家網友朋友們 大家晚上非常高興參加這次論壇 剛才聽了幾位企業家就轉型發展的精彩論述 我很受啟發 在這裡我也藉此機會 向各位企業家介紹一下大慶的轉型發展情況 我想大慶這座城市大家都不陌生 我剛剛了解到 我們張文宗總事長 我們張文宗總事長還在大慶油田工作過 也是屬於我們大慶的 那麼大慶是因油而生 因油而新 也是一座典型的資源型城市 現在我們大慶的油氣當量 在4000萬元以上 但是我們也面臨了一些困難和問題 那麼近幾年原油產量的下降 石化產品 產業電短 農物產品 精神加工不夠的壓力和困難 我們也同樣遇到了 同樣遇到了 那麼習近平總書記啊 也非常關心關懷大慶的轉型發展 只是我們要以油頭化尾為發生 推動石油精神加工 推動油城發展轉型 那麼在轉型發展當中 我們的思路啊 就是認真落實總書記提出的 打造百年油田 認真落實 成為省政府提出的 工業強省的戰略要求 我們轉型發展的方向 就是加快購注 1加6的產業格局 這個1呢 就是穩定油氣產業這塊壓長的石 現在啊 油氣啊 油經濟 這一塊已經占到了我們的30% 那麼支持呢 大慶牛田在十四五期間 保持油氣當量在4000萬元以上 6呢 就是壯大石油化工 汽車的配套 農夫產品 加工 新材料 新農園和建築材料產業 我們轉型的路徑啊 主要是將四個方面 聚焦發力 一是支持大慶牛田 開發 頁岩油 頁岩油 頁岩氣等 非常規 油氣資源 推動 中植石化 鏈化企業 產品結構 向 少油 多化 方向 調整 依托國家 可再生 能源示範區 發展 新能源 產業 以保障 國家能源安全的 正式担当 建設百年元典 和百年大慶 二是藉助 中植石化 鏈化企業的產品 原料優勢 我們呢 現在主要是 沿著石蠟 潤滑油等產業量 發展生薑工 沿著乙烯 丙烯 碳氏 方廳等產業量 發展化為產業 建設化工新材料 多功能 建設材料 和精細化學品 三個百億級的生產基地 三是一坨六所 助庆高校 和九十家省計以上的 創新平台的科研實力 用科研成果換項目 換視察 換產業 推動 油化裝備 汽車製造 綠色食品 這個 還有續產品 深加工 等產業量 向 駕駛駛高端升級 甚至圍繞 助庆油化央企的 產品銷售市場 圍繞 外輪炒 等地方龍頭企業的 供應市場 向後拉長 精深加工量 向前 面身 配套供應量 大力度引進 高數量的 產業 項目 集群 培育 支撐 升級 轉型的 新增長點 和增長機 我們也高興地看到 經過幾年的努力 我們現在 汽車 落後了大慶 一粒乳業 猛牛乳業 落後了大慶 華為數據中心 落後了大慶 剛才幾位企業家 都提到了數字經濟 作為一個工業城市 更離不開 數字經濟的資產 現在 我們在華為落後之後 正在推動 和中國聯通 數字中心 這個項目的建設 同時 一品玉米 生加工項目 也落後了大慶 這些企業的落後 都有力的助推了 我們的轉型發展 田園主席 各位朋友 雅伯地銀壇 是中國企業家 思想碰撞的 重要平台 為宣傳推介大慶 提供一個重要的機遇 藉此機會 我向田園主席 陳東生 理事長 及各位企業家 誠摯地發出邀請 歡迎你們到大慶來 觀光旅遊 感受寫人城市的風采 也請你們幫助我們 謀劃轉型發展 參與工業強省 百年年齡的建設 也請文工董事長 常回來看一看 謝謝各位 謝謝何中華 何市長 我們大家都很期待 有機會去訪問大慶 去看一看大慶最新的發展 特別聽到你對大慶 最近一年來發展的介紹 我們覺得大慶的確是一個 投資興業的好地方 那麼現在我們